您和傅先生是生意上合作的朋友是吗 对 我们是朋友 认识很多年了 因为傅先生家里的这个十七万笔钱是借给您了吗 我前段时间呢 确实从傅哥这借了一笔钱 那因为我是做燃养食品嘛 这个生意上资金周转的话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确实没想到这个事情 会因为我借钱这个事情引发出这么多问题 给他们夫妻带来这么多矛盾 我希望我今天到场能够解决你们之间的这个误会 能消除这个误会 这样子我有个东西 我带过来了 这个我要交给傅哥 您帮我 对对对 这是我的借条 您帮我交给傅哥 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张借条 写的是今日借傅鹏贷款17万元整 从2012年10月3号到2013年10月2号前归还 以此证明落款是淋雨 而且还按了指印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借条请毕律师看一下好吗 看看这个借条是否符合这个借条的一些规范 这个借条她是当时想给我 没必要拿这个借条 所以当时您在借钱给淋雨的时候 淋雨这样拿这个借条给您 您没收是吗 是 这也麻烦你一次想交给嫂子 我想有了这个借条 可能很多问题你们就会解决了 来那一如你自己拿给她好不好 毕老师这个借条合乎这个规范吗 这个借条没什么问题 这个借条本来是应该在傅先生手里的 我觉得林小姐吧 手里保存自己这样一份的话 实际上来说 她很在意自己的信用 当时我给她借条的时候 傅哥说 咱们朋友这么多年 没必要要这个 我手头什么时候宽敞了 就还给她 那我今天正好去这节目 还给嫂子 嫂子您看一下 这有我的名字 这款金额 然后我会在 规定的时间内 把这钱还给你们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林女士 白女士